小時候我就在爺爺身邊長大 爺爺做的綠肉火燒很好吃 當時村子周圍的人都愛吃爺爺做的綠肉火燒 我也非常喜歡吃 因為喜歡吃 從小就開始學著動手做綠肉火燒 來八個火燒 好嘞您裡邊坐六號桌 海濤六號桌來八個火燒 好嘞馬上好 我叫張海濤 是賀劍綠肉火燒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 第四代代表是你竄出任務 從此綠肉火燒的製作已經有十一個念頭了 你給我多吃個火燒 好 三、四個火燒吃這個吃 好 我是蔥酒 吃著綠肉火燒早餐 所以說 加山上的肉子特別顫 特別想吃著綠肉火燒 我特別愛吃這家的火燒 特別好吃 吃了還想吃 有的時候初天上外地 山上長了 然後我也想家鄉的味道 想著趕緊回家 在這兒來品嘗一下 吃一下 綠肉火燒好吃 和它的古樸的製作方法是分不開的 首先我們對綠就是競交氣球 選個一大標肥的 兩年以上的本地綠種 一定得選這個肥的 保證這個主賴子在這裏頭夠香 這個好 香 肉的製作 先要用流動的清水 沖泡兩個小時以上 把血水濾鏡 然後再用 傳承下來的蜜汁料包 門上8個小時 直到綠肉酥爛 這會兒才能出鍋 和麵 麵粉的選擇 日照時間比較長的 果冬小麥 可見本地的麵粉 就是做綠肉火的最好原料 煮好後 靜止一點時間 醒一下麵 鴨片 鴨片也有講究 要中間厚 兩面薄 鴨片擀好之後 放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油酥 我的層次 洗得好不好 完全得油酥 調製得好不好 抹得均勻不均勻 捲條 糾激 做的一定要均勻 火車皮的製作 最沉功夫 先把這個壓平 兩個頭按一下 兩面都要包上這個 薄薄的骨 那製作的餅 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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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柵片 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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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膜 水 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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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皮能够更加酥脆 炒一分多钟 出锅 这就是火热烤好的样子 整个都鼓起来了 外面金黄 虾肉 血包火的四个点都是肉 每吃一口味道都是香葱的 做好的绿肉火热加上绿肉 一个香气有人的绿肉火热就算是完成了 绿肉火热外星 金黄方正 蹭爆而多 就像一本书 外皮酥脆 蹭死松软 绿肉香香可口 老少介意 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爷爷说用量心做火热 这句话我始终落记在心里头 用最新鲜的绿肉制作绿肉火热 不只是简单的要把绿肉火热做好吃 还要把这个记忆把这份事业串上去 让更多的事吃上整宗的绿肉火热 25分钟 4分钟 5分钟 7分钟 19 Α LO2